我们把IPT这部分把它讲完 最后记得如果要使用函数的话 第一步游标先放在C3 再来的话就插入函数 所以未来如果你假设要知道函数的数量的话 记得可以从这边插入函数里面找到 我的习惯是会选取类别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REPT应该是文字类别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类别底下选取文字 因为它这个类别里面 它是按照英文的字母顺序 所以R的话应该是在比较底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REPT 接下来的话我是建议各位要几只按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公式 基本上就是刮乎后面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叫Test 顾名字是文字 意思就是重复什么文字 第二个讯息的话必须跟它讲什么 Number times重复几次 所以第一个讯息应该是一个文字 重复什么字 第二个讯息是重复几次 所以什么字重复几次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我应该是要重复这个信号 重复几次 所以给它两个东西 它底下有说明 当然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你们可以点进去 里面有详细说明 按确定 Test的话 当然你可以自己打那个字 如果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后 那如果说我的信号已经在这里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点选这个C1 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C1里面这个字 放到这里 所以它会取得这个东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C1里面就是一个信号 那信号其实是一个字源 一个字 OK 好那第一个问题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重复几次 Number times 不过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在Excel里面函数 我可能对同学比较有障碍的 就是前面的说明 理论上这个前面的说明 应该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但它好像没有把它翻成中文 它就是这样的讯息 而且这个讯息还蛮怪的 Number times 中间加个底线 有点怪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参数 取的名称 它并没有太人心 不过如果你慢慢习惯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看懂这个讯息 你给它正确的参数 它就会给你对的结果 那特别之后 而且它后面会跟你讲数字 数字的话意思说几次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跟它讲 你帮我把销售量 我把 这个不对 停下就可以 Number times 停下B3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点了B3之后 它会把什么 B3里面的数字带过来 里面说150 所以158 它会帮你改成158颗星 对啊 我这边应该是一颗星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处一处 处一处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时候就会一颗星了 那点58 特别之后 理论上 应该一颗星就好 但1.58 它自动会 它不会产生 点58颗星 不过理论上 比较正确 应该是把 那个 点58的 那个什么了 点58的 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小数点 舍弃掉 所以如果你要把 这个小数点 舍弃掉的话 记得 在ESALE里面 还有一个函数叫INT INT的话 实际上 就是数字的函数 也就是说 它只会取整数 INT是整数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前刮弧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弧 那你会发现 它有什么变化 你会发现 本来是 1.58 现在就留下 留下1 OK 所以INT实际上 就是把什么 把1.58 有没有 变成1 把15.58 舍弃掉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每一颗 一颗心 那如果向下填满 把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向下填满 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会错 为什么会错呢 因为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那个CE 有没有 它的1会变2 所以请你在 CE的前面 有没有 repeat 刮辅CE 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打钩 当下填满 这样子呢 才会是正确 它不动 好了 软体有问题 所以最后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 解答 记得 repeat 后面挂5 C1的前面 1的前面加前的符号 表示什么呢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把1变成2 所以你在1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表示什么 锁定的意思 锁定第一列的意思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快速完成这个结果 那 OK 那今天的话原则上 先开个头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先做个练习 然后并且把后面的 Lapt Right L-E-N Mid 也许再试做看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就是 那个综合练习 手机的部分 要怎么样把那个 手机的 这个 电话号码 把它正确输出 OK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希望呢 下一次上课来的时候 这个广播系统能够听话一点 OK 如果你们假设 觉得这边电脑不太稳定的话 你们自己带电脑 OK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说 是不是可不可以自己带 OK 自己带自己的电脑是最好的 不然他这边电脑让有点小 好